中国和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病毒进行溯源 正如你刚才所说 前不久召开的世卫组织大会 通过了有关这方面的决议 中国也参与了 因为科学溯源可以更好地去防控疫情 也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 这次疫情突如其来 对人类来说是个全新的传染病 到现在可以说还是未知大于已知 病毒是没有国界的 他是全世界的人类的敌人 各国都在进行防控 也在探索中前进 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经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